二殿 楚江王主掌大海之敌 正南方卧巧石下的火大地狱 此地狱纵横五百游巡 另设有十六处小地狱 黑云沙小地狱 粪尿泥小地狱 五叉小地狱 饥饿小地狱 胶壳小地狱 农邪小地狱 同府小地狱 多同府小地狱 铁铠小地狱 气量小地狱 鸡小地狱 灰河小地狱 灼解小地狱 剑叶小地狱 狐狼小地狱 寒冰小地狱 如在阳市曾犯以下罪恶 一 拐骗少年男女 二 欺占他人财物 三 损坏人的耳目 手脚 四 卖枕含糊 辩证不精确 利用不食药物 来谋取利益 五 一时的婢女 已经壮年 却不让家人赎回 恢复自由之身 六 在意结婚姻之时 为了贪图对方的财富 地位 故意隐瞒自己的年龄 以诈骗婚姻 七 在两家尚未合婚确定之前 已确知男方或女方 实在是燃有恶疾 重病 或犯奸邪 怯道 品德低劣之人 为了赚取介绍费 不惜昧着良心 含含糊糊地掩饰过去 不将实情相告 以致误人一辈子的幸福 以上的罪恶事迹 一一地考察 所犯事件的多少 时间的长久 有没有造成祸害 或变身严重的事端 如有 即命令争獰 斥法等鬼 推入大地狱受苦 另外 也有因其罪恶之大小 发放到小地狱受苦的 以上受刑其满 再转戒到第三殿 加重刑罚 并发入此殿之地狱去受苦 世上的善男善女 如有以下善行 一 常将玉力中的内容 解说给人知道 使人之所警惕 二 或将玉力印证流传 三 看到人生病 即为其请医生治疗 或好药相赠 齐齐早日康复 四 与贫穿苦难的人 就吹煮周范公食 或布施金钱 救济多人的 以上善行之人 若能同时悔改前非 则特恩准他将功抵过 其余未能相抵的罪 则宽与勿论 在沟岛之日 就交给第十殿 发放投身珍贵的人道 如能爱惜众生 不忘杀害生灵 训事劝导儿童 不要伤害昆虫 于三月初一这一天 立世发愿戒杀 放生的 以上善行之人 命中之时 不用入狱 立即交给第十殿 发放往生福报 深厚的地方 凡行起来 我们凡夫一日所做 功勺过多 与起心动念之间 尝造重罪 如果不懂得 立即发愿改过的话 死后恐怕都要被审判受刑了 对啊 想不到阅历宝钞 将供过及忏悔的方法 讲得如此清楚明确 让我们有具体的方法遵行 真是感恩啊 只是 为何特别选在三月初一 来戒杀放生呢 其实止恶行善 是你我随时都要建立去做的 经典上之所以特别强调 是因为三月初一日 是二殿楚江王神诞 凡是在诸殿阎王 与诸佛菩萨圣诞日 行善如素 皆有殊胜功德的 你们回去之后 应当要谨记奉行 静明啊 刚才讲到不要伤害昆虫 以及发运护生 放生的利益 你都听懂了吗 哦 我知道了 只要我以后不再欺负小动物 回去之后 也告诉同学要爱护生命 这样就是行善了 是吗 就是啊 你看 行善其实不难嘛 发愿是很重要 不论是止恶或行善 发愿是让我们达成目标的力量 发愿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易如啊 你在想什么 那些地狱的刑罚都好残忍哦 是谁这么残忍 发明他们的呢 嗯 易如问得很好 你听过自作自受这句话吧 我来讲一个故事 你就会明白了 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张太炎先生 有一天晚上睡觉 梦见两个小鬼 抬着一顶轿子来到他跟前 小鬼们说 东越大帝派我们来请你去做判官 等天亮了我们再送你回来 张太炎就上了轿 这两个小鬼像飞行一样 没多久就到了东越大帝那 因为每天都去上班 所以他知道了很多阴曹地府的事 没事就跟朋友们聊天 谈谈昨天晚上办了些什么事 中国外国都有阴间 但是阴间的言语相通 没有隔阂 生活状况跟人间差不多 但是不见阳光 天永远是灰蒙蒙的 好像永远是阴天浓雾的样子 昨天晚上 我想起一件事就去跟东越大帝报告 听说地狱里有一种袍落刑法 想来未免太残忍了 能不能把它废掉呢 东越大帝听完之后 没有说话 笑了一笑就告诉他 你先到现场去看看吧 东越大帝 于是拆遣两个小鬼 带他去看袍落地狱的地方 走了一段路 小鬼就跟他说 我们已经到了 就在这里 不是啊 我要看的是袍落的刑场 是啊 这里就是袍落的刑场 张太炎当下就恍然大悟 原来地狱乃贪嗔痴变化所现 就如地藏经所说的 如果不是受罪的人 不是菩萨 即使地狱在你面前 也是见不到的 这不是人力或神力 所能改变的 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 而是地狱种种刑罚 都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我认为他看不出来的 就是我看不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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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人力与我看不出来的 不是因为我看不出来的 这是你 感谢观看